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台海军情 五国自主研发的远程飞弹 近期传出再次在屏东九棚基地 进行相关的试射 虽然有关单位还没有证实 究竟测试的是哪款飞弹 但是外界议测 这次中科院试射的 就是能够打击到共军二线基地 射程可以达到1200到2000公里的云峰飞弹 而这款飞弹的超远射程 也让北京跟三峡大坝等重要地理位置 都被锁定在范围内 那么这款云峰飞弹 真的能够有效嚇阻共军犯台吗 未来如果成功研发 又能打击到哪些目标 带您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一道白光直冲天际 这是中科院本月一日 在屏东九棚基地 进行最大弹道 是无限高的特种飞弹试射 外界推测 这可能就是传闻中的秘密武器 云峰飞弹 传闻已久的云峰飞弹 然后据称射程超过2000公里 不过军方都没有对外在指向关消息 但是我们可以从研制这些 果造飞弹的中科院 近期频繁在屏东基地的九层 九棚基地试射飞弹 可以看到端林 近期多次中科院所划定的试射区范围 常常会是台东外海延伸至宜兰外海 那这个范围非常的辽阔 曾被推测是进行长城地对地飞弹试射 据传云峰飞弹可以避开 多数防空飞弹拦截 有助于台湾外推决战境外范围 美国智库更形容云峰飞弹 是少数可以飞达中国中部 及北部的台湾战略资产之一 所以射程可以来到1200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是每秒1030公尺 射程涵盖北京 那当我们的飞弹可以射得更远 代表敌方必须花更多心力防备 飞弹可能攻击到的地方 等于是要把兵力分散防卫自己的要点 等于用作攻击台湾的部队将会减少 面对中共军事威胁 台湾积极发展源头打击能力 随着透露我国执行长城打击任务的 最大挑战是这个 我们如果说要执行这种长城打击任务 可能我们会碰到很多挑战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会面对敌人的高度的电子干扰环境 像可能包括导引 或是GPS这种导引等等 可能会对打击精准度 可能会造成一些妨碍 我们大概不太可能去打击精准 敌方的移动目标 因为我们不像美方一样 具备这种远程的这种 这么绵密的情节能力 你需要包括卫星长城的这种电子 这个侦察机等等 可是一定程度的这种 抵抗干扰的能力 可能是需要具备的 因为它这个敌方可能会用GPS干扰 那这样子可能对于这个 武器的精准度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军事威胁动作频频 国防部也持续进行飞弹研发 就是要强化我国自我防卫的能力 记者旅月期采访报导 研发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国产飞弹 是目前强化国防战力的方向之一 而从未曝光过的云风飞弹 就是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 最后带您看到 除了国防部已经针对明年 编列史上最高的3726亿军事预算 用于对美军购跟国造武器 美国近日也通过了 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 根据草案的内容 美国国会将会支持增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包含支持台湾透过军售 工业合作等来加强国防的能力 不过美国国防部最终将采用哪个版本的法案 仍要等待参众两院协商最后版本 并且各自表决通过才会送交拜登签署生效 面对台海军情 台湾从大量军购到力拼国防自主 这些秘密研发的计划跟传闻中的飞弹也逐渐浮上台面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来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